大家好,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香蕉这个来自热带地区的水果 不仅令人垂涎欲滴,还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天赐植物 无论是其丰富的膳食纤维甲美,还是维生素C和B6 都使得香蕉成为我们日常饮食中的珍贵伴侣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香蕉的健康益处以及为什么 每天吃一根香蕉对我们的身体有着诸多好处 无论是对于身体健康的维护,还是美味的享受 香蕉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选择 随着我们深入了解,您将更加明白 为什么香蕉被誉为水果之王 当我们深入探讨香蕉如何帮助降低血压时 我们会发现其中的机制非常值得关注 香蕉之所以对维持正常血压如此重要 是因为它富含钾 钾是一种关键的矿物质 对于我们的生理平衡至关重要 特别是在涉及血压控制方面 血压高成为高血压 是许多心血管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 过多的钾涉入可以导致体内液体侏流 增加心脏的负担从而升高血压 香蕉的钾含量对于平衡体内 钾和钾的比例非常有帮助 钾有助于排除多余的钾离子 通过调节细胞内外的电解质平衡 有助于舒张血管 当血管扩张时 血液可以更轻松地流动 降低了血压 因此每天食用一根香蕉可以为 我们的身体提供必要的钾元素 有助于维持血压在健康的范围内 其次膳食纤维是一种我们食物中的不可消化部分 但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香蕉中的膳食纤维对于促进 健康的消化系统至关重要 首先它有助于调节肠道功能 膳食纤维能够吸收多余的水分 使粪便便的柔软且容易排泄 从而预防便秘的发生 这对于保持良好的消化正常运转至关重要 让我们免受肠道不适之苦 此外香蕉中的膳食纤维也 对维护肠道健康至关重要 它为有益的肠道菌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促进了这些益生菌的生长和繁殖 这种健康的肠道菌群不仅有助于更有效的分解食物 还加强了我们的免疫系统 事实上大约70%到80%的免疫细胞存在于肠道 因此一个健康的肠道对于整体免疫系统的功能至关重要 总而言之香蕉中的膳食纤维不仅有助于促进顺畅的消化过程 还为维护肠道健康和免疫系统的良好功能提供了支持 此外香蕉是一种富含碳水化合物的水果 主要包括葡萄糖蔗糖和果糖 其中葡萄糖是一种能够快速提供能量的简单碳水化合物迅速进入血液循环 这糖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碳水化合物 需要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才能被身体吸收 释放能量较为缓慢 果糖也存在于香蕉中它与葡萄糖类似 但吸收速度相对较慢有助于维持血糖水平的稳定 香蕉中的碳水化合物不仅提供能量 还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对身体健康有益 与此同时香蕉中含有色胺酸 这是一种被认为对睡眠有助益的化学物质 色胺酸是一种氨基酸是蛋白质的组成部分之一 在香蕉中色胺酸可以在体内转化为褪黑素 这是一种重要的激素 与睡眠调节和生物中的控制密切相关 褪黑素的分泌受到日夜光线变化和生物中的影响 通常褪黑素在夜晚按下来时分泌增加 这有助于促进入睡和维持深度睡眠 因此色胺酸的存在可以被视为一种促进退黑素合成的前提 此外色胺酸还被认为能够影响神经系统 有助于放松身体和缓解紧张情绪 这种放松可能有助于改善入睡过程 使其更容易入眠 此外香蕉富含甲 这使得它们被认为可以有助于降低心脏病的风险 甲是一种关键的矿物质 有助于维持正常心脏功能和血压水平 甲的摄入可以有助于平衡体内的电解质 降低高血压的风险 因为高血压是心脏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总的来说香蕉中的高甲含量 可能对心脏健康有一定的益处 与此同时香蕉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 膳食纤维是一种无法被身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 因此它们不会引起急剧的血糖上升 而是能够帮助维持稳定的血糖 膳食纤维能够通过减缓食物的消化速度 使食物中的糖分更缓慢地进入血液 从而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 此外它还能增加饱腹感 减少食物摄入 特别是高糖食物的摄入 进一步有助于降低血糖波动的风险 总的来说香蕉中的膳食纤维可以 作为一种帮助控制血糖的食物选择 最后香蕉中的膳食纤维 确实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 从而降低便秘的风险 首先膳食纤维在香蕉中的 存在有助于增加排便的频率 这是因为膳食纤维是一种 无法被身体消化吸收的物质 它在进入肠道后吸水膨胀 增加了粪便的体积和柔软度 这使得粪便更容易通过肠道 从而提高了排便的频率 这对于减少便秘问题非常有益 其次膳食纤维还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 它刺激肠道B的运动 帮助将食物在肠道中推进 减少了粪便在肠道内停留的时间 这不仅有助于顺畅的排便 还降低了便秘的发生风险 最后膳食纤维的吸水性质 可以保持肠道内的湿润环境 确保粪便在肠道内保持足够的湿润度 有助于更轻松地排出体外 这对于预防干燥的肠道和便秘问题非常关键 香蕉被认为是一种健康的水果 因为它富含多种营养素 包括维生素矿物质 膳食纤维和钾等 适量食用香蕉可以为身体提供多种益处 包括降低心脏病风险 控制血糖 促进肠道健康等 然而要注意的是 单一食物并不能在短时间内 显著改变身体的外观或健康状况 30天内每天吃一根香蕉不太可能 导致身体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健康是一个综合的概念 通常需要均衡的饮食 适量的运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维护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